完美的身材很少见 高超的一瓶可修炼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辈Isabella 你的穿搭魔法师 现在姑娘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美丽直 上班要美 约会聚会要美 度假更是不能含糊 特别是社交网络如此发达的现在 别人po出来的旅行照是这样的 而你男朋友给你拍的旅行照片是这样的 这种游客照跟杂志照的强烈对比反差呢 在朋友圈里面真的是会有点尴尬 你闺蜜po出来的照片又是这样的 你的却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如果是美丽和舒适能够兼顾 谁还愿意向路人甲一样去旅行呢 好了 今天就来分享我的第九个美丽圣经 大屏朋友圈的度假穿搭法 如何成为度假穿搭高手 自己穿得舒适欢喜 别人看的美丽月幕 发在社交网络媒体上面 让人都忍不住点赞 那就必然是度假穿搭高手无疑了 我们在度假穿搭中 无非有两个痛点 一运动休闲 太随意 二盲目跟风 太吐气 想穿得舒适又美丽 诀窍归纳为两个关键词 对比和应景 对比的目的呢 是成为人群中最闪耀的一个 拒绝路人甲 你要学会运用色彩跟环境 形成对比来凸显自我 应景 应景则是根据当地的文化特色 建筑风格来进行适当的着装搭配 而这就需要你知道 如何挑选合适的度假装款式 比如海边和性感清凉是画等号的 那穿衣服的尺度呢 就可以开放性更强一点 而在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中 不管是咖啡厅里面的闲坐 还是博物馆里面的散步 那尺度上呢 就更需要你的优雅和内敛 所以我们要把度假分为 自然和城市两大类 那接下来我会根据这两类 举例讲解如何运用色彩进行对比 以及如何选择款式 来达到应景的效果 另外还会介绍 十类必备单品供你选择 分清度假场合 自然度假场景 大自然又分为海边 森林 沙漠 雪地等等 而大部分人呢 都会选择海边度假 所以我就以海边度假为例 大海天空都是蓝色 所以可以选择色彩浓烈的 像是正红 亮橘 明黄 这类的 与蓝色形成强烈对比的颜色 这类与背景有强烈反差的颜色呢 能让你直接成为画面的中心 也让画面更加的丰满 立体 需要注意的是 色彩对比的方法里啊 同色就是最禁忌的 不要选择与背景相似的颜色 比如蓝色跟蓝天大海的颜色相近 拍出来就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 当然了 配色和拍照达人可以自由放飞 但是重点说明 白色就是度假当中非常好的颜色 虽然不惊艳 但是属于旅行必备中的百搭色 蓝天 碧海 一条白色的长裙 可以让你仙气十足 款式的选择上面也可以分为 性感开放 你可以记住这些风格 展示锁骨和乡间的鹿尖装 不仅性感还能帮助你 藏住拜拜肉 这样的一字领单品多戴上几件 年轻活泼的姑娘可以 多选择大一字领 露出整个肩部 那相对保守或者熟灵的女人呢 可以选择小一字领 看起来呢清爽性感 低胸身V领 和陆间庄统领 显瘦又性感 开叉裙 开叉裙自带浪漫的气息和妩媚的风情 和职场约会的低开叉不同 你不妨大胆的尝试高开叉 走在海边 让海风吹起 走在街头 让它摇曳摆动 裙装的具体款式呢 我会在下一个章节细细说来 露背 露背装在度假装里也是风情担当 无论是整个背露出来 交叉带 后背及胡接叠的露背款 都会给你的度假露可加分 还记得我说过吗 在衣品进阶露上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根据自己的体型气质找对标 先模仿再超越 那逐步形成自己独有的穿衣风格 在度假风的提升上也不例外 像亚裔博主艾米颂 她身材相对就比较娇小 很适合我们东方女性来模仿她的度假穿着 她自己也非常热爱旅行 所以多看她的度假风格是不错的对标 第二大场景城市 无论你在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恒山路 成都的宽窄巷子 或是游走在巴黎纽约布拉格的街头 采用的原则也是对比颜色 城市相比于自然呢 环境的背景会复杂一些 因为有很多的楼房和很多的建筑 服装呢就尽可能的选择纯色素色 比如穿着红裙子 即便是破旧的街道和房屋 都无法掩盖你耀眼的光芒 依然气色满满 如果是怕一身两色过于招摇 也可以搭配一条牛仔外套来中和一下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特色 在比较开放热情的城市 依旧可以穿得性感一些 比如之前提到的展示 香肩和锁骨的一字肩单品 低胸身V 陆背装 这些都可以尽情地穿起来 另外你还可以选择以下款式 荷叶边褶皱 无论在领姿 袖口还是腰间裙摆 荷叶边的细节自带浪漫气息 美丽动人 最平常的T恤和衬衫稍加改良 也能变出性感的度假风 T恤和衬衣提到腰间打个结 或者在腰间简单地系紧把它扎起来 就有不一样的度假feel 显腿长 显腰细 那在城市旅行中也有不少博主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示范 那比如像Niko Wong 他也是一个亚裔级的澳洲博主 那他经常游走在各大都市里面 他的穿衣打扮是我们在城市度假中 非常适合去参照的一个穿衣对标 不管是在大自然中放飞自我 还是在城市中闲停信步 也无论是天气冷暖穿得厚薄 只要根据以上的原则 做到了对比和应景 你就一定会在众多的游客当中脱颖而出 度假凹造型实践必备单品 掌握了度假穿搭原则的你 如果出现了 道理我都懂 可还是不会挑选的窘境 别着急 我为你准备了十件必备度假单品 照样穿准没错 我还是以度假场景最高频的夏天海边和街头来为例讲解 一条绝杀连衣裙 不管你是不是去海岛度假 只要是度假 一条度假风的连衣裙绝对让你神采飞扬 度假风的连衣裙最值得入手的有五款 小白裙 如果想走轻心不识人间烟火路线 唯美的小白裙必备一条 像我在度假中最钟爱的就是白色 半个月的假期真的会带一打小白裙出门 为什么 第一它永远不会出错 第二最适合拍美照片 白色自带清爽和仙气 可以说是最度假的颜色 严严酷暑 无论是飘逸大白 蕾丝性感 还是洒脱的衬衣裙 任何款式 只要是白色 就能穿出仙女样 亮色裙 清新亮丽的明亮颜色 会让你保持大好的心情 上一段也讲到了 大胆选择颜色鲜艳饱和度高的 会让你更加上进 也更容易和景色碰撞出 强烈的视觉感效果 碎花裙 碎花躲躲开的设计带着无限生机 尤其是高开叉的碎花裙 即少女感跟妩媚于一身 吸睛亮眼 高腰线设计在视觉上拉长了长度 胸以下都是腿 在度假风中的碎花裙长度有技巧 不建议长度到七分裤左右的款式 长度过长会显矮 过短尴尬像睡袍 接近小腿中下部位一点点的长度最显高 但有碎花元素的单品本身就比较花哨 搭配时无论是上装还是下装 都应该挑选纯色简单款式的单品 但是碎花裤这种雷区千万别碰 太挑人 气质撑不起来的话呢 分分钟穿出臃肿感 蕾丝裙 被誉为全球最旅行博主的Jessica Stame 看她的旅行照就不难发现 蕾丝元素的单品真的是实力强劲 飘逸浪漫的蕾丝穿上身 总能给人一种舒适而又放松的感觉 很适合度假的氛围 调纹裙 调纹总是跟海洋和轻松有着说不清楚的联系 调纹裙代表了飘逸浪漫慵懒 一条飘逸的棉质或者麻质的调纹裙上身 人自然就放松了 蓝白相间 红白相间 绿白相间的调纹裙都是度假首选 不管是连鱼裙还是半裙 当然如果是白裙 上身配白色是最佳搭配 波西米亚裙 波西米亚风一度很盛行 日常穿着太夸张 但是度假用来凹造型不是为一种选择 要选就要选长置脚踝的长裙 半长不短的款式 很难展示波西米亚纯粹的风情 充满异域风情的配色 尤其适合亲近大自然的度假 比如去大草原 大峡谷 大沙漠之类的旅行 但是波西米亚风的精髓是吉普赛女郎热情豪放的原生美 对自己气质没有自信的女生 中款式要慎选 尤其过于反腐的图案和暗淡的颜色都可以果断放弃 因为看起来不清爽 仙气逼人的印花衬衫 浅色系和素雅的印花图案 让碎花衬衫强势逆袭 展现出一种柔美仙气的复古气质 尤其像一些熟龄的女性朋友 可能大开叉或者是大路肩不太适合 那印花衬衫就是再合适不过了 平时穿惯了简约黑白灰的姑娘 尤其应该尝试一下 这样热情又明艳的穿搭 变身仙女都不是男士 舒适的牛仔单品 随意的牛仔衬衫 尤其适合外出度假或者游玩时的穿搭 挽起袖口或者将衣边塞进裤子 随便一个简单的方法 便能让你潇洒亮眼又出众 而牛仔裤更是长青款度假单品 每次出游背上两条 一条修身款帅气 一条阔腿款舒适潇洒 在度假时选择一件基本款的白衬衫搭配牛仔裤 帅气舒适二合一 一顶貌美的草帽 草边早已跟旅行度假接下了不解之缘 戴着草帽无论身着什么样的搭配 慵懒舒适的度假风立马就出来了 而且在烈日之下 兼具时髦的凹造型与优雅的防扇 草帽才是绝佳神器 草帽大致分为宽颜帽和巴拉玛草帽两种 脸型大就选更大的宽颜帽 可以柔和脸部线条 显脸小又能遮阳 巴拉玛草帽在旅行中也非常的受宠爱 以小巧的体积取胜 方便携带造型感也更帅气 和任何度假服都百搭 白色的巴拉玛草帽是最佳选择 哈利王子的新婚妻子梅根 最钟爱就是这一顶白色巴拉玛草帽 出现在N次度假造型中 方丝巾和大丝巾各一条 大丝巾的好处不用多说了 可以凹出好多种穿搭法 既能披肩防晒又能拍照凹造型 当纱裙 裹身半裙 裹胸 头巾 还可以在很多有宗教限制的地方派上用场 而90厘米乘90厘米的方丝巾 也是度假中的必不可少 外出旅行 男友充裕的时间来打理发型 这时候他就能派上大用场了 将丝巾变成头巾 既能掩盖发型的凌乱尴尬 又能在度假中换个造型 复古气息浓郁 长头发的姑娘还可以拿丝巾 当成发带 减零又时尚 走在街上 回头率超高 而我最喜欢呢 就是把它当作头巾 奥黛利赫本跟 杰克林肯尼迪都给出了最美的示范 既优雅 还防晒 一款略夸张的墨镜 除了帽子 墨镜也是夏季不能少的重要配饰 它不仅能修饰脸型 凹出最时尚的夏日造型 彩色镜片的墨镜或是设计感强的墨镜 是素颜妹子跟懒人们的福音 不想画眼妆的时候戴上她出门 别人都已经觉得你够美了 在搭配上可以选择一些夸张 颜色更加亮丽的墨镜 比黑超墨镜更能融合在你的度假风格当中 关于墨镜的选择 我有一点自身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都苦恼于自己的脸型 怎么选对墨镜 那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我们在选择墨镜的时候 一定我们的镜片和镜框 把自己的眼睛框住 那这副墨镜一定是非常带感和帅气的 没有一个草鞭包 你都不好意思去度假了 草鞭包跟草帽一样 有着降温的视觉效果 清凉感满分 再搭配上草鞭包也可以很随意 搭配白T会慵懒感强一点 跟镰衣裙搭配在一起 就有一种少女的甜美感了 因此上的红人 当红明星时尚博主 旅行达人 没有几个菜篮子或者草鞭包相伴 就无意承认自己跟时尚脱轨了 我们在选择草鞭包的时候 托特包的容量更大 旅行中带的东西繁多 更为实用一些 不过外出拍照时 小包包就更轻便一些 两款包各有千秋 我们在出海或者购物中 大型活动时 建议背托特包 凹造型拍照 或者约会看展 这样轻松的活动 背一个箱子款的草鞭包 就可以了 夸张耳环来加分 精致的女人永远都懂得 利用配饰来为自己加分 夸张风的oversize耳环 是度假风的搭配力气 配合着明媚的天气 在耳半边闪耀着一丝风情 任凭衣服怎么穿 耳环都能够让你更加的亮眼 尤其平常生活当中比较温婉的女生 在度假当中 不妨放飞一下自我 让自己狂野一点 一双舒适的小白鞋 度假中我们可能戴不了很多鞋子 一双简单的小白鞋 就可以满足各种风格的搭配 两种材质 款型最佳 布鞋 布鞋轻盈活泼 休闲感更强 尖头小皮鞋 可以选择小羊皮 或者是柔软的小牛皮 平底的皮鞋舒适摆搭 优雅感强 要注意的是 小腿肉粗壮的姑娘 一定要离那种高绑带的黑势力远一点 肥肉被绑带挤出来 就一点都不美了 一件美貌的泳衣 去海边旅行的姑娘们 准备好名人的泳装了吗 我挑了最有代表性和最藏肉的和你们分享 Offshore的款的泳衣 这是对平胸姑娘最友好的款式 衣字间的泳衣大部分都有荷叶边的连接设计 浪漫的荷叶边点着在胸前 就不用担心被人指着鼻子说胸小了 对于上臂粗壮的姑娘也是非常的友好 把粗胖的地方遮住了自带显瘦的效果 高腰复古款泳衣 高腰款是大长腿的秘密武器 而连体式的高腰款呢 既复古又藏肉 是苹果形和梨形身材的福音 如果你是小胸 高腰款的泳衣可以选择胸前扭转式或者荷叶边 胸前打结的设计会让胸部看起来丰满 高腰泳衣中最不能抗拒的就是格子跟条纹 又甜美又性感很有复古范 缠绕款或者镂空款泳衣 小腹平坦的姑娘不妨选择这些款式 而腿长肚子平的好身材 可以闭着眼睛挑泳衣 怎么穿都好看 那挑选泳衣跟我们选择衣服的要点是一样的 哪里有优势展示哪里 哪里有弱点遮挡哪里 穿美了如何拍出度假大片 穿的美美的去旅行 却留不下一张好看的照片 是很多姑娘在旅行中的苦恼跟痛点 其实在旅行拍摄中 只要稍加掌握一些取景的技巧和摆pose的技巧 你也可以分分钟拍出大片 你需要记住一个中心和四个姿势 一个中心以人为中心原则 我们拍照片的时候 重点在人而不是在风景 风景是用来点缀衬托人 而不是人去点缀衬托风景 人穿的衣服和景色要协调 除非你是用来拍风光片的 四姿势 摆对姿势分分钟拍出大片的四种姿势 首先我们来看站姿 站对了 腿长有气势 一条腿向前踮起脚尖这种最基本的姿势就不用多说了 那我们在视觉上呢就会有一个拉长的比例和效果 拍出来的照片啊会比你真人看起来要高十厘米 一条腿向前旁交叉支撑 这种站姿呢要在穿阔腿裤或者中长裙的时候使用 否则会显得腿粗 同样的站姿上身微微靠在墙上 两腿稍微靠外站和上身形成角度也会看起来腿长显瘦 两腿跨力前后稍微错开 重心偏向后腿前脚尖着地 总之呢要记住一点 无论何时尽量做到一只脚的脚尖点地 且要偏向镜头的方向 坐姿 坐姿在拍照中也非常的有技巧 坐下拍照也不可以放松 不要整个人摊在椅子里面 臀部的二分之一搭坐在椅子上 腿部向前或者向侧旁伸展 绷住脚背 肩头鞋有助于拉长线条 巧妙的借用阶梯 虽然我不赞成日常生活当中翘二郎腿 但旅行的时候熬个造型还是可以的 就算坐进大腾椅当中 也要伸出一只脚绷住脚背 躺在椅子中 随时不要忘记伸出腿绷住脚背 坐在草坪上或者是在椅子上面 记得将身体向后仰 如果头部微微向后 拉长脖子线条 效果会更好 动姿 旅行中动态的姿势更有美感 看过静态的之后 咱们来学点假装移动的 会让你的照片更加的丰富 走起来 街拍离不开走动 你不需要一直向前走 可以迈好步子以后 前后变换重心 一前一后一前一后 让你的拍照小伙伴按住连拍 总能选出一张满意的 跳起来 跳真的是有点不太容易 既拼体力又拼技巧 很多时候的好片子 都得无意当中抢拍到 没有这份毅力 可以果断放弃 如果你跳的不是很高 但又非常想要一张 跳跃的好照片 那就要拜托你的拍照小伙伴 蹲到地上 甚至是直接把相机 趴在地上拍出来的 看起来跳跃感会非常的强 不妨试一下 意境感 意境感的度假照更有大片感 这种拍照的方法也非常的轻松 成大片的几率特别大 掌握以下五点 可以让你的照片轻松成为照片 不露脸 美景加神秘感 总是让人垂涎欲滴 而且充满了回味的意境 我们可以用鲜花 用帽子 用丝巾挡住脸 把景色突出出来 侧脸纱 一个美好的侧眼 抵过十个干笑的正脸 背影纱 只露出背影和风景 巧妙的融合 不管是在嘈杂的建筑中 还是在纯净的海边 沙滩上都能给人无限遐想 长裙摆 选对衣服 真的在度假拍照中 就成功了一大半 长裙飘起来 不管是清新风和浪漫风 都会非常的唯美 人小景大 人在风景中 这个时候不用凸出人 我们最重要的是对景的构图 让整个景色在照片的主体 人放在一个比较居中的位置 能够让大家感受到 这个照片的意境就可以了 这些实用的小技巧 都记下来了吗 灵活掌握 下次旅行当中 拍出大片的就是你啦 度假风买买买品牌推荐 没有人不喜欢度假 度假的心时刻都在蠢蠢欲动 对于度假的Luke呢 不是只有波西米亚风的长裙 和宽颜复古的草帽唯一的选择 想要更加美丽 更加惊喜的组合 需要了解一些更别致美貌的度假品牌 推荐四个我个人非常钟爱的度假风品牌 那当然了这个环节不是让大家照搬去买 更重要的是让你们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格和款式 看中的款式用第四集我教给大家的图片搜索法 就能在淘宝中找到大量的相似款 Reformation Reformation是我非常钟爱的度假装品牌 来自美国加州已经有快十年的历史 是很多明星跟超模的挚爱 像超模KK 他就是Reformation的投资人之一 他的度假风格含开了日常穿着所需和复古度假风 在设计上融合了美式的摩登 随性和法式的优雅精致 兼顾时尚和舒适感 像牛仔碎花格纹刺绣 充满七十年代风格的单品 让你度假的时光美成一道风景 Rudge 法国品牌Rudge在法语里面就是红色的意思 是我超级喜欢的法国博主 Jenny Demps创立的 他的设计风格以碎花和珍丝为主打 碎花连衣裙 碎花扮裙 碎花衬衫 不同于日本僧女系的乖乖女 透着法式的慵懒性感 深V 高开叉 露背 碎花 花边 这些元素的大量运用 都是度假风情满满的主打因素 尤其在版型跟细节上处处暗藏心机 这也是这个品牌最让人有惊喜的地方 布条体型 显瘦显高 哪怕是最基础款的字母T 都能让平胸和大胸各有风情 配裙子 配牛仔都百搭 Free People Free People是来自美国的一个 现代快时尚品牌 一如其名 品牌设计师们的灵感都在突出自由的气质 力求最大程度表现出摩登女孩的热情 自信 浪漫 标心力和追求自由 它的设计以长裙 镂空蕾丝 印花 格纹 碎花为主元素 或甜美 或前卫 或性感 巧妙构思的设计和剪裁 工艺细节都非常值得称道 最好的消息是品牌 在天猫里搜索品牌名 就可以进入它的官方旗舰店了 Bardot Bardot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 来自于澳洲 成立于1996年 整体的风格就是非常的仙气 非常的小女人 穿上秒变 小仙女 虽然不是什么大牌 或者是独立设计师品牌 但是呢 都会把当季的一些最热门的流行元素 收纳其中 像秀场上 或者是热门的独立设计师的 这种流行的元素 在它身上通通能够发现 但最重要的呢 作为一个时尚快品牌 最大的特征就是高度实穿和性价比高 虽然面料不算特别上乘 但是胜在紧跟时尚 所以呢 让你很容易就能够搭出时尚范来 好了 度假中如何穿得美丽有风情 分分钟 把平朋友圈 今天就讲完了 希望这一堂实战课 依然对你非常有用 让你在下一场旅行中 收获更多的好心情 拍出更多的美照片 认真的姑娘最美丽 也欢迎你把 你在这堂课学到的知识 应用到你的生活实践中 记得把你的改造后 美美的度假装照片 发到我们下面的讨论区 我依然准备了精美的礼物 奖励 认真听讲了你哦 当当当当 彩单时间又到了 要想快速进阶 参照对标同样少不了 还记得我说过吗 在一品渐渐的路上 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根据自己的体型气质 找对标 先模仿 再在模仿中超越 逐步形成自己 独有的穿衣风格 那在度假风的提升上呢 也照样不例外 我精选了三位度假风博主 简单大气 不做作 赏心悦目 做对标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身材都非常的娇小 其中有两位 还是亚裔级的博主 非常适合我们东方人 作为参照的标准 Amy Song Amy Song是一位来自美国 加尼弗尼亚的博主 她是一位日韩混血 不到160的身高 没有欧美人高挑的身材 和精致的五官 但是这样典型的亚洲身材 带来的多元化穿衣风格 受到了全世界女孩的喜欢跟认可 在2016年 她更是被评为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时尚博主 第15名 她的度假风格鲜明 身材娇小 有着健康小麦肤色的她 热爱旅行 而在旅行中 每一件单品都兼顾了 实用性和时尚性 非常值得效仿 Niko Wong Niko Wong来自澳洲 同样是一位亚裔博主 相比于其他 富白貌美大长腿的欧美博主 身高只有一米五五的Niko 娇小的身材 照样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 这来自于她特色的面容 加上淡定的神色 她作为一个肤色比较深的亚裔姑娘 却在穿衣搭配上尝试了很多亮色服饰 不违和 照样很美 她的风格简约优雅 擅长运用平价的单品跟古着相互搭配 利用简单的元素单品就能呈现出独特抢眼的风格 当然了她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宝 就是会拍照 今天我们在拍照的环节也大量选取了她旅行度假当中的美丽的照片 她非常会取景 也擅长利用服装和背景整体搭配 让每一张照片都真的像海报一样赏心悦目 Jessica's Dame Jessica来自悉尼被称作印子上最会度假的博主 拥有超高人气 她从来不刻意做秀 也不晒名牌 只晒度假 从美丽的冰岛到浪漫的意大利海滨小镇 从热情的雅买加到梦幻的圣托里尼 Jessica的脚步穿梭在这些美丽的城市 也留下了一张张很有意义的照片 而与其他博主为新眼球会穿得很夸张不一样 Jessica的旅行穿搭更为实穿 也自然很适合作为我们旅行时的借鉴饭本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